来到甘霸蜜三个月买山 南岛市一位清隆 在每年的这个时刻 都会办理公益 万水果游当这次跟台湾世界电盟会配合 收集中的作为数控三大地产的救灾经费 各人中都要提供万水果 也向参务的请出朋友团阅甘霸蜜的相关提醒 小朋友 发行为稍稍笼合 真想你有机会 担一根室 万甘霸蜜 每个小孩都感觉很处备 清隆 罗生虹 两年前开始退共西隆教育 第三个月最后的办理 班水果游当和西隆秀教育 这次独到数控三大地产 表现的众游当收集 广阔世界电盟会 协助支营救灾经费 那今年的活动会跟台湾世界展望会 配合就是他们捐助一个捐款箱 那我们这次的捐款 我们农场 农场端我们就不经手那些钱了 然后全部都由世界展望会这边他拿过去之后 然后他给这次我们4月3号花莲的地震的救灾的款项 小番茄的客人我都会跟他说 你回去你可以再放个两天或三天 地盘仅仅仅仅仅 农民也向参务的请出朋友团阅和组部相关的地式 尤其向大家拥掉看到農業主信 应该针对无关的免兴去输口答案 清楚孙岗只要有地盘就代表新生吗 另外现在可能会向尤其 不过也受不了很多农民 孙岛安全拥有什么样的原因 那对于这一些农业的一些专业或是说 跟我们在地的产业有什么结合的 这样这个区块其实孩子们并不是很了解 那我觉得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的年轻的农夫还是透过一些专业的讲解 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说 小番茄它有哪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 在农业上的资讯其实很多时候你认为那个答案 其实我们可以再多想一下 其实教育对我来说本身 现在的教育就是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做说农业可能会有很多面向 会有很多的答案 但你可以经过思考之后 找到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青龙卢星红标识 真欢喜有很多朋友来参谋这次活动 未来一定每年 只要买三个月圣也都会办理这款活动 来提供士荣教育 记者险信仪草报道